从这个角度看 是不是还有一点瘦的感觉 所以看人的角度很重要 罗伙报告 安德鲁 这次出差在北京的山谷 我们今天的主角是旁边这台雪佛兰沃兰多48V 其实在今天三月份的时候 我们已经拿到过一台雪佛兰的沃兰多 只不过那个时候 它还没有加装这套48V轻混的系统 所以今天视频的两大重点 一个是这套48V轻混 开起来的驾驶感受 另外就是现在我们拿到这台 5加2座椅布局的乘坐空间的体验 那我们从头开始说 现在的沃兰多一共有五个版本 售价区间从136,900到159,900之间 但是我建议你去看一下它的中端售价 因为会有一个很大的surprise 至少我查到的是这样 那从座椅布局来说 两个五座和三个5加2的座椅布局 从外观来说是两个普通版本 还有三个Ride Line版本 我们拿到的是5加2座椅布局的Ride Line版本 我查一下应该是它的次顶配 这台车从外观开始看 其实跟我们之前拿到的车 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甚至说就基本上看不出来就任何变化 但是我想说的是 它这种我管它叫强灰色的外观 包括线条的处理 熏黑的这个车标 还有L型的日间行车灯等等 包括这儿肌肉线条 我就不叫它腰线了 这些东西让你感觉到它的凶猫感还是有的 另外就是红线 红线 红线 以及尾门上的红线 Ride Line版本 这些东西让你至少在世界感官上增加了5到10匹的马力 来到侧面的时候我想跟你说两点 一个是车身的尺寸 这台车长度应该是4米6多 但我想强调它的轴距是2796 这个数字是不是熟悉 因为跟我们刚刚上周拍过的J26是同样的轴距尺寸 而且轮胎尺寸也一样的是225 50 R17 把这个东西先放在这 后面再说为什么要提它 然后就来到了尾部 这个地方我说的那个红线 看到了吧 打开后备箱以后呢 放在这几个纸袋是为了让你有一个视觉参考 它的第三排如果抬起来的时候 就是座椅立起来的时候 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是这么宽 如果说第三排座椅放倒的时候 什么情况呢 在那 是一个比较大的后备箱空间 并且它的整个感受是纯平的 这点我觉得做的挺好的 下面是单边单出的一个排气孔 干上它 为什么来到山区 就是它既有平坦的路 还有上山的路 我们来感受一下加了48V轻混的这套动力系统 跟6AT变速箱整个的动力表现 我现在呢把这台车开到了山路上 我要跟你先说一点的是 我们这次试驾活动其实是没有摄像车的 所以大概率你看到的驾驶的感受 都是我这张脸 所以一定要有耐心 好吗 这台车现在用的是一个48V轻混的系统 加一个1.3T的双奔兽涡轮增加防腐机 功率呢是130千瓦扭矩是230牛米 在这种连续不断的上坡路上 我要说的是如果你正常开的话 不会有动力匮乏的感觉 所以这点还是不错的 然后6AT的变速箱呢 虽说没有达到完全像CVT的那种 非常非常顺滑的感觉 但是也不会像双离合一样 说给你一个 这种顿挫感 所以在这条路上的感受还是不错的 而刚才我们在来的时候 那种平坦道路上的感受呢 其实要比现在要好一些 尤其是体验在哪 尤其是体验在防腐机的声音上面 一旦上了这种上坡路的时候 防腐机声音要比平路上要大一点 然后这台车现在的底盘呢 是前麦夫骏后多连杆 在这种连续转弯的山路上 其实它给我的感受 是更加紧绷一点 尤其是当我上周刚开完了ZR6以后 我觉得这个车的整体的底盘表现 比那个要紧绷一点 而它另一个重点 就是它的空间表现呢 在这我要说一下 其实我非常推崇的是五座状态 因为在这种情况下 后排既可以乘坐的比较舒适 然后前排也不会说 为了你后排和第三排 往前挪座椅 整个人都感受的非常的舒服 第二排的这个头部空间 那我要说一下 我是1米87 所以我坐在那会蹭到一点头皮 如果你没有我高的话 应该没有任何问题 地台那前端有这么高的隆起 然后它一点一点往下走 所以中间的部位 不会有很明显的那种 坐小板凳或者是局促感受 然后就是要说第三排了 强调一下应急使用 一定不是说你要长途了 然后第三排塞个成见人 这个可能你跟他有仇 一定是说应急使用 比如说10分钟的路 然后确实不值得打个车 或者怎么样 要不就是让小朋友坐在后面 如果你让我坐后面的话 我我我你可走着 所以一定要考虑好它的使用用途 然后至于科技配置方面 我跟这个内饰放在一起 因为内饰本身就没有什么改变两个屏幕 而且整个预表盘这个小屏幕还是这么大 我期待以后会有一个设计上的改动 就是中间这要么换一个大一点屏 要么做成连屏 要么是双大屏等等 就是像现在好多车那样去给它改一下 至少在世界感官上它的科技会好一点 然后这台车因为不是顶配 所以它其实是没有并线辅助这个功能的 顶配车是多一个并线辅助 然后全系是没有ACC 只有定速巡航的 所以在科技性配置方面 我觉得沃兰多其实还可以再提升一点 当然了当然了 这个东西是建立在价格基础上面的 如果说价格足够那啥的话 其实少点什么东西我们也可以接受是不是 至于别的像静闭性控制 还有是否发动机有明显抖动 这两方面 首先静闭性上面 我能听到只有发动机的声音 包括现在开起来 我只能听到只有发动机的声音 所以风噪和台噪应该还是不错的 然后是否抖动这个东西 我们之前也聊过了 现在加48V清捆的主要目的 其实就是为了在起步 包括等红灯的时候发动机起停 能够更长时间的停止工作 以达到省油的目的等等 如果你感兴趣的话 可以往前翻一下视频 之前讲过 所以在点火的瞬间 这个发动机抖动的东西 应该是得到了一个比较好的缓解 这点要说一下 然后这场开起来的时候 其实你感受不到 因为它转起来速度很快了以后 你其实感受不到那种东西 别的就没什么了 我等我上到山顶 给你们做一个总结 因为是在差不多一周的时间里面 我连续的去摸了一下 48V清捆的JR6和48V清捆的涡兰多 并且它们的轴距轮胎尺寸都是一样的 所以感觉上这种6座车和7座车 在市场定位上可能会有一点点的小重合 那我们放在一起看的时候 我就觉得这台车的一个优点 在于它的外观 它看起来很运动 至少看起来没有那么的佳用 所以如果你觉得我还是个少年 我就是年轻 那你肯定会选这个 另外就是中端的售价 这台车在中端上的Big Surprise 真的是太大了 就是看完了以后觉得 可以这样吗 可以去查一查 然后它的没有那么强的一点 我觉得是在内饰和科技性配置上面 这个确实还有在提高 另外就是第三排 我觉得确实是一个应急使用的状态 如果说哪怕牺牲一点点后备箱的空间 把它做得更舒适一点的话 那它这个性价比或者竞争力 应该会有一个提升 别的就没啥了 如果你想买个性价比比较高的时候 我觉得你可以看一看 拜拜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